预方 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绿色女人 年夜饭上 上海人家的年夜饭 好像 餐桌上 就是甜食会蛮多的吧 八宝饭啊 还有那种糯米菜糖 八宝饭应该可以吃 家乡年夜 其实我家乡应该算是古北 但是我每年会回广东去过节 然后我们家是客家人 然后我们家参加迷不可笑的一道菜 那就是 叫什么来着 等一下 晾晾 晾豆腐 就是那个豆腐里面是有那个 竹笋啊 还有还有这些什么东西在里面 就是太阳晾豆腐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那边本地的一种鸡巴 是那种 有点像那种 有点像粽子一样的东西 大概也不是粽子 家里每天散散毕不可炒一道菜 我每年年夜菜我爸妈就在酒店 稍微一桌什么 想想啊 又是一定要的 就是会有鸡肉和鸡肉 还有鸭肉 连下雨都会有的吧 就是 别的的话 哦 一定会是小的 虽然说我是男方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酒店的那些摊饼都会逼备吧 就省一下子 所以他会有汤圆 年夜饭第一不可少一道菜 是我外婆做的八宝菜 完美 水饺 鱼啊 鱼 鱼 肉 年轻有鱼 我们家也刮一条鱼 哎 肉 什么肉啊 什么肉都行 鱼 鱼啊 鱼啊 鱼啊就是每年过年吧 然后必须就是家里肯定 而且鱼会是最晚上的 因为会说有年年有鱼嘛 年夜饭嘛 然后要第二个新年 啊是鱼 真的吗 鱼 年年有鱼 我也这么想吃 有 哦 那不是我准备 所以我不知道 就负责吃了 忘了 饭子 因为北方人们家里都喜欢 就是尤其过年的时候 常常愿意一家人在一起就是 就是吃一些热热的饺子啊什么 比较有年味 果然是那种肠子里面夹肉米 哇 那个东西我一点奶奶不做 我可以念到鞭 真的鞭 是那种 它有捞 就是那个老笋 老笋和那个黑肉 是真的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 我觉得这是上海桌上 一不可少的一道厉害的飞食 如果说家里过年的话 就是 饺子 但是 在四川其实还会 铺铺 因为铺铺特别好吃 可能有些人接受软的 对我感觉更好吃 帮our 你的白衣 不过 你 hus 头 了 你